好今天的影片呢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近期的心态 那如同我封面所说的就是我被罚了20万 然后我想要停更的一些冲动等等的 那今天的部分呢会分成三个 这三个都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今天在当YouTuber 或者是说在当网红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事情 那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要讲说为什么我会被罚20万 主要是因为我在8月3号的时候上传了一支身法帽影片 那一支身法帽影片被民众检举之后呢 我就收到了台北市的公文说我违反了医疗器材法 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赶快下架影片 那时候也一直在跟厂商还有诊所讨论说 怎么会发生这一次的事情然后怎么样去解决之类的 过没多久之后呢我的案件就被转交给彰化县政府 因为我的户籍地是在彰化 后来也收到彰化县卫生局的公文 希望我可以跑一趟县政府然后去了解一下说 为什么我要做出这样子的广告行为 这样子来来回回了三个月的时间 我还是违反了医疗器材管理法的第40条规定 然后用第65条第二项第一款的规定呢 去开发我20万新台币 虽然说我已经有预期心理就是会被开发 但是20万真的不是一个小数目 所以我那时候心里还是揪了一下 其实对于这件事情我已经放宽心了 反正就等开发我们再来讨论要怎么样去解决 可是家人的不谅解呢带来我蛮大的一个焦虑感的 其实我做的这些医疗主题的影片呢 都有走一个灰色地带 所以说我这一次的生法帽影片里面就是有提到折扣吗 还有护法套筑可以送给大家 这些就可以当作广告行为的字眼 然后被检举开发 我觉得自己还是要道歉一下啦 毕竟做了一个非常不好的示范 不过呢都被开发20万了 我觉得就当作是一个教训 下一次在做类似的影片的时候 就是要小心里面的广告字眼 然后跟诊所啊还有厂商就是来回的去double check 看里面有哪些内容啊 或者说字眼是必须要去修正的 所以第一件要提醒大家的就是 如果你身为一个KOL 接到了一些医疗相关的合作的时候呢 要非常小心谨慎 你无论在打文章或者说做影片的时候 一定要避开疗效还有价格这两件事情 尤其是什么优惠吗折扣吗 这些都不能提及 所以说这一次呢 我就是因为违反了医疗器材管理法的第40条 就是非医疗器材商不得广告医疗器材 那我这边也要特别感谢就是首胜诊所那边 非常用心的陪我处理这一次的事件 所以我也非常感谢他们 总之这件事情还在申诉的阶段啦 那之后看怎么样呢 有机会再跟大家分享 然后第二个呢就要来跟大家讲讲 YouTube的机制还有一些谎标的问题 就现在学了一个非常Hardcore的主题 就是一些什么男性保健啊 卫教主题或者是一些医美啊 这些就如同我刚才讲的就是有一个灰色地带 所以说这一次被开发20万呢 就想要好好的先休息一下 然后沉淀自己的心灵 看未来怎么样可以去应对 然后怎么样把自己做得更好 那另外呢 黄标的事情也是让我蛮困扰的 像我只要每次提到阴京相关的影片啊 或者是一些肛门之类的 这些字眼就是会被认为是一个性教育 然后18岁以上才可以了解的题材 原本的演算法已经让观看次数下降了 今天又因为黄标让触及率降到更低 这件事情就会让创作者 有点不想再继续做下去了 虽然说身边的朋友啊或者说粉丝都会来鼓励我 说这些影片替他们带来非常多的效益 像是有些人可能会不敢去看咪尿课 原因是因为他们可能会害怕自己的同志身份 可能被医生唾弃 甚至有U等于U的朋友 在看医生的过程中还被拒绝 所以我影片介绍的这些呢 都是想告诉大家 这些都是属于性别友善的诊所 可以安心的去诉说自己的状况啊 来跟医生讨论 总之现在YouTube长影片真的是没有被推播啦 除了刚刚YouTube的机制之外呢 还有一件事情让我蛮不开心 而且到现在还在发生 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自信的人 所以我原本也不知道自己做不做得起来 只能一股脑的想说试试看 那时候我就只是想说啊 无常的跟对方合作 可是合作到某一个阶段的时候 我才发现说 对方根本没有尊重你的专业 那我心里就想说欸不对啊 我替你们带来那么多正面的形象 让那么多人认识你们 很多人可能是从北中南这样子慕名而来 怎么我的行销专业好像有点不被尊重的感觉 不过后来我也想说算了 因为毕竟当初没有合约写下来 这件事情原本想说啊不合作 就这样结束了 直到最近就是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 就敲我说 欸为什么雅各尔之前的影片 连结都被拿掉了 我当下其实有一点点觉得 被砍油的感觉 明明合作都已经结束了 为什么又跑来找我要继续放上连结 任何的场上合作其实都会有一个宣传费 反正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任何的合作尽可能的都一定要签约 不然到时候吃亏的话很麻烦 好那第三点要来分享的呢 就是停更这件事 其实综合上述的两个内容 就让我整个人非常的焦虑不安 所以说我在2023年整个阶段呢 我也去做了心理智商 那在跟心理师对谈的过程中 我才发现说自己对于做影片这件事情 内耗有多大 工作的过程中其实非常的焦虑 然后再加上我是一人公司 所以很多时候都是自己去处理非常多的事情 那就会导致我整个人非常的身心疲倦 也没有出去走走的机会 所以要怎么改善这件事情呢 就是要找人一起分工 成为一个小公司 可能有人负责思考说 影片的内容 有人负责拍摄 有人负责剪辑 反正一人公司真的是太累了 综合刚才讲的 无论是罚钱啊 或者说跟厂商合作不开心 做影片这件事情 让自己的内耗太大 变得很焦虑不安 生活过得不开心等等的 我就告诉自己说 要好好的休息 好好的还下脚步 当我休息完毕之后 再把这些卫教知识的内容 带给大家 我相信到时候的影片 大家看到我的时候 也会比较放松一点 然后不要再这么的轻 最后呢就是要谈谈会员的问题 如果你听到 我缓下脚步这些事情啊 还愿意支持我的人 那我要跟这些会员们说声 谢谢你们 确实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才可以让我 持续的往前迈进 然后做出这些 卫教知识的内容影片 可是现在的状况就是 我真的需要好好的休息一下 尤其是让大脑关机 然后也趁这个休息阶段 就是好好的思考一下 下一步可以怎么去进行 好啦以上就是这支影片的内容 我们就有机会再见啦 拜拜